民眾入住北投大地酒店 等待接駁車意外發現 禮賓人員身上有亮點 襯衫林口左右兩邊 這金光閃閃的鑰匙規章 大有來頭 他是將菲律賓籍華僑 獲得金鑰匙認證已經22年 除了中英文 菲律賓語為了提升外國客服務品質 還自學不同國家問候語 除了他包括利息酒店 金華酒店 台北漢萊和JR 東日本大飯店等 全台金鑰匙只有22吧 除了幫外國客找十年多年的女友 還曾經替一名英國客人 從香港請空服員幫忙 只為了客人要閱讀一份英國的報紙 對金鑰匙人員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服務 從基本迎賓送客問候 到協助行李送房間 甚至駕駛接駁車 大小事都是工作範圍 甚至幫忙訂演唱會票 幫忙訂米其林餐廳 靠著多年經驗都能迎刃而解 但要憋上金鑰匙不容易 除了去具備五年以上飯店大廳工作經驗 至少有兩年擔任禮賓部副主管以上職位 專業知識素養外 必須精通至少三種語言 並由兩位會員推薦 再進多項考核才能入會 服裝啊 那你回答客人的方式 哪裡可以協助 我們向我就會去協助 以後旅宿業面臨缺工問題 金鑰匙服務更加多元 也成為各大飯店業者爭相挖腳的對象 謝謝 進行文明信息會成參謀到